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此中佳集团常德力挂万象有线电视深耕在地回馈社区 走进里区开设媒体试读课程 借此提升长辈辨别真假消息的能力 现在网路上真的有很多假新闻就是乱天飞舞 那我觉得非常的谢谢你们来教导我们 对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也教导我们如何用手机来拍照 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也是非常实用的一门技术谢谢 感谢我们中佳新闻今天特别来礼办来办这个假讯息 如果辨识假讯息以及这个手机使用的课程 那其实现在呢政府有关单位都有很多很好的APP 可是呢长者其实都不太会使用APP 为什么因为第一个门槛 他就不晓得怎么样去进入APP 那还好今天呢第一个步骤呢 我们中佳新闻这边就帮助大家 如何扫QR Code 然后获得这个进入这个连结 获得到这个APP 我想这个第一步跨过这个门槃 就会让大家越来越多愿意使用 然后呢了解相关的这个假讯息和辨识 专家集团宣导讯息要查证 不轻信及不转传 透过八大技巧来辨别资讯 同时加码教学手机拍摄 传授基本构图及拍摄技巧 并提供有讲真达 张正们踊跃互动 收获满满 增加了我很多的一些知识 因为平常 因为我也比较不太会用手机的东西 虽然有很多功能 可是没人教的话 我真的是不会去用它 对那功能对我而言 等于说是没有用 可是经过你教导了之后 比如说我们手机应该要怎么放 一些拍摄的一些技巧等等 我觉得那个部分我会 我会更多的去运用那些功能了 我觉得我相信我之后的拍照 应该技术会更好 数位时代 媒体试图成为大家基本的素养 中加集团善尽媒体责任 深入社区教学 缩短高龄者的数位落差 让民众做个聪明的乐听人 记者问一句台北报道 时代聪明是独 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